而在原住民族联合封联节当中 也特别安排了原住民族各个族群的手工艺品进行展售 秀林乡纳杜兰工作室特别设计了以太鲁阁族的编织所推出的情人带 工艺师胡秀兰他表示说 由于整体样式生活一般消费者喜欢 一百件情人带全部都销售完毕 2022跨年线原住民族联合封联节活动当中 并且安排烧烤类、饮品类等名声消费 商店当中各个摊位可以说是荷包满满 另外各个族群的手工艺品展售摊位 大家可以说是展现自己的创意来吸引游客来购买 由于情人带可以说是阿美族专属的手工艺品 不过秀林乡难度让工作坊也推出以太鲁阁族文化的图腾 来制作精美的情人带 原本只是想试看看消费者的接受度来进行销售 不过第一天展售的时候受到大家的喜爱 当天100斤的情人带全部销售完毕 只剩下样品让大家来预订 一般阿美族的情人带是以华丽红色鲜艳为主 那我们读过是素素的 然后重点是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零行纹出来 不管你今天是首支的还是电数 一定要出现一个零行纹 包括我的猪猪可以发觉到它还是有零行纹的 所以我就是不冲突的状况下 只是加一点装饰因为太素面了 所以我就会加一点点的装饰让它凸显一点 然后看看是不是说德鲁古愿意背我们现在设计的包包 这个情人包我只是说试试看看 我以为说可能会效果不好 就没有想到反而是非演著名的也接受它 他说因为这个包并没有那么的华丽 我可以随时随地被它出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 它不是只限制原住民在接受它 非演著名也在接受它 尤其第一件不是演著名在买它 所以这个是我最感动的部分 吴先生表示从事首公益展售 主要是以太陆格族创业的方式来呈现 而这次大胆的尝试推出钱人带 想不到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可以说是这次最大的收获 同时也感谢欢迎政府一面处的用心 让大家展售首公益评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记得终于黄首老